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状况 就是开运物的材质 开运物 各位我们八字需要什么的时候 开运物 他会有什么要符合的条件 开运物符合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材质 他的材料 他是要特别注意的 材质材料 例如木头做的狗 各位木头做的狗是什么 木头做的狗还是一样是木头 他不会变成木嘛 所以很多人他学了命理了以后 他变成神经病 我最讨厌这一种 他变成神经病 木头他会变成土吗 对不对 不会嘛 所以各位 所以第一个 开运物所重视的是材质 第二个 颜色上面 金木随火土 他各有代表的颜色 所以金属金 白色的 金黄色的 土黄色的 这一些他也有代表 这些五行的一种特质 第三种就是形象 形象 例如狗属土 猫属木 好 那一个开运物 他必须包含这三个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一个开运物真正最重要 第一个绝对大于第二个加第三个 也就是说材质 他才是真正最主要的东西 而颜色形象他是来多少加点分 破点分的而已 所以真正还是以材质为主要的依据 所以各位你在用开运物的时候 你首先种材质 颜色跟形象能够配合就配合 当然有配合是最好的 假如没有配合的情况下 那也无法 并不会去影响 因为我们本来所讲的用神 金木随火土 他本来就是所谓的属性 你要不要解他是属性 而不是 这个什么颜色 形象 所以来讲他的材质才是最重要的 并不是你的材质符合了 颜色不符合 形象不符合 他就不会帮助你 他还是会帮助你 颜色不符合扣点分 形象不符合扣点分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什么 很多人的一个迷思 就是认为一个开运物 颜色形象这一些都很重要 可是实际上各位 真正最重要的是这些材质材料 而这一些反倒是旗帜 所以当你想要用这一些东西来帮你开运的时候 生活取运的时候 请你记得最重要的是在材质这一块 其他的颜色形象 你假如材质你八字要金 结果材质是金 颜色是什么 你要土 要木 他的材质是金 颜色是绿色的 是一只猫 有用吗 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的材质就错误了 所以各位要特别特别注意 你的开运物手中的是材质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